大家好,我是不專業的YT冰 今日來介紹跟個人排行前日躲避球的技能 第一個是突進,向前瞬移 你使用突進技能就是閃現 當你準備要旋轉芭蕾的時候 你就一個閃現然後防止一個旋轉芭蕾的動作 被打前如果你的最後移動是左上角的話 被打後你是無法移動的狀態 使用突進後就會瞬移到左上角那你就帶了 我們又如何提防這種狀況呢? 很簡單,只要被打前 最後移動是右下角然後按突進技能 你就不會閃現去喝人家農湯了 個人覺得它是個高端回溯,人確時間只有4秒 好,下一個 盾牌,3秒自動反彈火球 使用盾牌後可以防火球並且反彈教你個小技巧 當你火球準備要撞擊目標是你時 並且開啟護盾靠擊別人 而且火球越來越快讓敵人措手不及 敵人直接給我坐下去喝 不過要注意的是盾牌不能防咸雲攻擊 理所當然的不能貼貼敵人 技能3秒,人確時間17秒 第三個是咸雲王 這個適合給新手專用 這個技能增強攻擊範圍 好,給你們看一下真正使用咸雲王的效果 這邊我們被毒藥灑了 沒關係,我們直接開啟咸雲王 直接無腦敲就完事了 你也不用怕火球飛很快 必計增強範圍,無腦敲火球 技能5秒,人確時間5秒 第四個,大家熟悉的回溯 這個我就不用多講了吧 人確時間16秒,適合給新手專用 最後一個,毒藥 使用後距離較近的敵人會被噴灑毒藥 毒藥效果有移動緩慢遮擋視野 可是真的視野的部分會不會有點小 如果對方是會打火球節奏的人 技能會不會報廢 個人覺得要看對手狀況啦 一人而異 技能4秒,人確時間6秒 好啦,接下來是個人技能排行 第一名,鞋魚王 因為可以無腦敲火球打擊範圍大 人確時間短 第二名,突進 高端回溯,人確時間短 第三名,盾牌 可以保護自己,也可以攻擊別人 但是人確時間較長 第四名,回溯 可製救 但是人確時間較長 第五名,毒藥 個人覺得沒什麼用 如果你是要搞針對的話 你就要靠近他 不要跟他講是我交你的醫療費 我不負責欸 好的,這是我個人技能排行 你的技能排行是什麼呢? 歡迎底下留言 我是YT冰 拜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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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